第39題 他說這個閉合的瞬間 閉合的時候是T等於0 那電感器一開始能量歸0 也就是說它沒有儲存能量 也就是說 一開始的話它是沒有電流的 那他問你說時間長速掏 還有這個第一秒的時候 它的電流 電感的電流會多大 看到這種題目 好幾顆電阻 首先我們把它轉成戴維林的效電路 戴維林怎麼做 割掉 那夜區呢 就是電壓遠短路 看進來2歐母 再來呢 6跟6並聯 就是3加2 5歐母 已經看就可以了 這個題目多做你就可以這樣 就5歐母 對不對 那電壓勒 割掉以後呢 這是段路 段路的話呢 2點電壓一樣 所以就是算這點的電壓 這點的電壓就是分壓 所以是得到一半6伏特 告訴大家聽到嗎 嘴巴唸唸唸唸如果太快 怎麼講 聽得懂嗎 其實6指聽到嗎 5號 好 所以這個就是6伏特 5歐母 好 那麼 閉合的時候 閉合的時候就是充電了 開始對它電流要 正要流過 從沒有電流到有電流 正要流過 那 這個時間長數你要背的 這個 L除以R L除以R 代數據進來 L5MH 這個R5歐母 算起來就是 一毫秒 這是它充電時間長數一毫秒 好 所以第一個問題已經回答 它了已經答出來了 第二個呢 他說 第一秒鐘的時候電流也多大 來 第一秒鐘 第一秒等於 掏的幾倍 一千倍了 一千掏了 有沒有 一秒鐘 對它來講已經很久了 因為它的時間長數只有一毫秒 那我們一秒相當於一千倍的時間 對不對 多少開始算 文泰 五掏 對不對 這五倍的時間長數就算充飽了 對不對 那它這裡有 一千倍 那肯定找到文泰 文泰是什麼意思 文泰的時候 就是它已經 這個電流達到最大了 有沒有 那個時候它就相當於短路 短路 好 那短路的話 那整個 電阻 路徑上面電阻就變成了 五歐母 加上短路還是五歐母 對不對 所以算起來1.2 安培 到這裡大家聽懂嗎 那個 陳佑姐 聽到五號 五號 好 那我再 補充問一點 好 我們講說 定感的話 文泰的話 文泰的話 定感的話是幾歐母 電感穩胎的時候相當於幾歐母 蛤 蛤 這邊 五 他說 電感穩胎的時候相當於幾歐母 他是幾點嘛對不對 相當於短路 那 如果是電阻穩胎的時候 電阻穩胎 是電阻穩胎 他斷路斷掉的意思 對吧 好 好 那如果瞬間 閉合的瞬間 電感是算 短路還是短路 短路 這開始就是沒有電流 對不對 電流的瞬間是短路 所以從你這個方面你要記得 好 這是第39題 好